头里有点不舒服 我现在看到一个壁形金刚刚才在地上去了 然后被有一个大交车一样的吊塔 把一个壁形金刚吊上去了 吊上去了 吊上去了 吊上去一个送回费地里面 然后要带回到原产地 要把它淘汰掉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的壁形金是到核电厂 有核物质的附件活动骨子 为了不把核物质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外星人很严格地 来对待这些 只要接触过核物质的地方 那么也就 那个壁形金刚就不会在地球上继续活动了 要等到拿回去以后 处理完了以后 无核状态下 再重新回地球 所以 取核物质的那些变形金刚 和同人接触的变形金刚 是不合用的 不合用的 即使人数再不够的话 也不合用 目的就是要把核物质控制在 严格地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不能把核物质扩散 不能把核物质扩散 所以现在在美国大际上正在活动的那些核物质 就前两天讲到核物那些不经常 都是同核物都没关系的 都是处理那个行政管理 要把那个美国的行政管理都要搞好 包括那个街市的那个选举的过程 他们也知道那个选举重效太严重了 核物质太严重了 所以当时刑警是个核物质严重的地方 他直接就让他那个工作 没办法连贯的做下去 一旦那个连贯不下去 在中途停了一下的话 人家就会引起解决了 就知道这个异常 一异常的话 人家追究的话 就是能追究所的核物质 但是没有停下来 并不代表没有核物质 是说没有搞到后远无质的程度 没有搞到太离谱的程度 但是主编还是很严重 主编还是很严重 他们就看明白了 这一次呢主要是观察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那个当场在现场 已经搞得太不明堂了 太不明堂了 才把它暂时性地停了一下子 好 现在就知道了 现在就知道了 现在外星人带上很多的变静静静 也就是他们的智能生物 来地球上要好好管理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是外星人和地球人 共同集中在地球上面 拉着地球人要走向文明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外星人不想看到一个乱红红的地球 所以要很规范的 管理很规范的一个地球 问题主要在这里 明白了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